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又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同志朋友見面了 今天的盤 今天的盤 你更能夠體會到 我這句話 哪一句话 不来找我 是你最大的损失 我经常会想 如果当初啊 你肯听我一句话 不知道有多好 或许你的人生 从此就这样改观 那也说不定 你说什么你说鬼八糟 我听没了 好 为什么说 你不来找我 是你最大的损失 因为 我举个例子 有一只股票 叫做万润 当时啊 它才40块 大家都说 它在做头 但是 我说它在打底 我这样说你了解吗 大家都说 它在做头 我说它正在打底 那到底是做头呢 还是打底呢 先看一下昨天这支股票怎么表现的 昨天 万润 涨停办 这是昨天 我们一张都没卖 这是昨天 好 那今天呢 今天大盘跌了78点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万润这支股票 来 各位投资朋友 有看到吗 这是今天的万润 今天最高 涨停板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今天最高 涨停板 今天大盘跌了76点 为什么它还是涨停板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它还是涨停板 我倒想请问你 这支股票在40块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各位投资朋友 我有没有跟你讲 看似盘头 看起来在盘一个头部 实际上呢 是在打一个底部 有没有 我们拉近一点 多少钱 40块 今天 对不对 对不对 不离开万润而已 来 再来看一下这支股票 还记得在今年 大家都在猜 今年到底有哪些标股的时候 我在节目里面 我就公开告诉大家 你不要猜了 我直接告诉你 今年的第一档标股 叫做九正 有没有 我还告诉你 现在介入正是时候 当时 现在介入正是时候 有没有 我说它怎么样 股价 严重低估 那到底这支股票 有涨还是没有涨 你要说啥 你说是有硬还是没硬 这支甘真正是表格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这支股票的表现 好不好 这是昨天的九正 这是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日的九正 我们看一下 今天 来 这个今天日 我经常说 股票只要会涨就好 你不要介意 它现在 到底是低价股 还是高价股 我这样说有道理吗 当时我告诉你 这支股票 是今年的第一档标股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 一看到它的价位 梁老师啊 你不要给它骗 我给你骗 如果你当时肯听我一句话 那不知道有多好 叫你买你就买 叫你买 叫你买你就买 这样不是很好吗 更何况 今年我告诉你的股票 当然不止万论 当然不止九正 对不对 你很清楚嘛 我今年告诉过你哪些股票 我当初告诉你怎么样 我说九正这支股票是怎么样 我说它是怎么样 今年的第一档标股 第一档哦 第一档哦 果然啊 从九正之后啊 真的是一巴不可收拾啊 这句话怎么讲 跟你讲完九正是今年第一档标股 有标吗 你已经看到了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一月份哦 一月二十二号告诉你九正 有没有 接下来 各位投资名 一月三十号 幽课 过来啊 有没有 接下来 三月份 二月份告诉你 雨家 过来啊 什么叫做一巴不可收拾 三月份 环天科 有没有 四月份 五号 四月份 金刚 有没有 四月份 郑翔 三十块八 一档接一档嘛 我说九正是今年的第一档标股 对不对 我没有说它是唯一的标股哦 我说它是第一档 我说它是带头的 刹头的 领头一样 果然 九正之后 优客 优客之后 宇家 宇家 宇家之后 环天科 环天科之后 台步 台步之后呢 金刚 金刚之后 郑翔 忙的不亦乐乎啊 赚的不亦乐乎啊 你当初如果肯听我一句话 万润 你听我一句话 四十块我叫你买 你就买 九正 三块钱 我叫你买 你就买 优客 十三块 我叫你买 你就买 宇家二三块 我叫你买 你就买 不要想太多 环天科 十三块 买乱就对了啦 台步 九块钱 买就对了 金刚 十二块 买就对了 郑翔 三十块 买就对了 如果你肯听我一句话 那不知道有多好 如果你肯 如果你当初肯听我一句话 你现在你的人生 是不是完全改观 而不是怎么样 大盤蝶 好怕哦 怕什么 你怕什么 今天大盤蝶 跌七十六点 对不对 我没有说他没有跌哦 今天大盤跌七十六点 这是事实哦 但是 你看看我们的股票 好不好 要不要来找我 那是你的自由 我相信你现在心里面 已经有一个定论了 早从万论开始 你就该来找我 九正开始 你就该来找我 优客 宇佳 环天哥 台步 金刚 郑翔 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找我 你越早来找我 各位老师朋友 你越早来找我 这些股票 就都是 就都是 你的了 不是怎么样 你现在 看到我来讲 对不对 我这一只股票 阿姨 他要表 要再早来找两个事啊 对不对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 要不要来找我 那是你的自由 反正啊 你不来找我 是你最大的损失 今年才过多久 四个月不到 第一支股票 我告诉你的第一支股票 万论四十块 现在六十五 涨停板 今天大盘跌了七十六点 管他的涨停板 对不对 九正 涨停板 一杯啊 优客 十三块 到二十七块 一杯 宇佳 二十三块 到六十三块 环天哥 十三 到二十一 台湖 金刚 还有郑翔 如果当初你听我一句话 真的不知道有多好 但是 现在还来得及来不及 你现在听我一句话 还来得及来不及 我告诉你 还来得及 而接下来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郑翔要休息 有没有休息 我叫他休息 他就休息 而在郑翔休息 诶 郑翔已经怎么样 郑翔已经 有没有 从三十块涨到五十一块了 我说叫他休息 他就真的休息 而在郑翔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说有一支股票开始要崛起了 什么叫崛起你知道吗 我说有一支股票 叫做郑翔二 即将崛起 即将起标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我只开放 这样有福气的投资朋友 有没有 昨天的额度 已经全部额满 所以我经常说 你如果要贪钱 你负责一定要快 股票起床 瞬息万变 大家都抢着要赚钱 你在犹豫什么 我说我开放这样子 全部额满 今天公司答应了 昨天 这个 全全部额满 对不对 你脚手上万对不对 来 今天 我跟公司说好了 你脚手上万变 你手先帮在电话上面 好不好 昨天 你有好气没好气 你自己知道 对不对 好 如果你有这个福气的话 来 郑翔二即将起标 什么时候 我直接告诉你 郑翔二什么时候开始起标 我们说这样 我们这样说 即将起标 那是有抽象吗 来 这样看到吗 昨天 全部额满 今天 公司答应了 我们到这个地方 追加 追加 就这样 就这样 你脚手上万变 今天办好之后 记得 先跟我的助理 要到这一支股票 昨天全部额满 今天我在追加 十位 办好之后 记得 先跟我的助理 要到这一支股票 下个礼拜一 你看看他 标不标 各位导致朋友 我还是那句话 要不要来找我 那是你的自由 不来找我 是不是你最大的损失 我已经证明给你看了 各位导致朋友 好好把握 这一次的机会 好好把握 今天追加的名额 就这样 就十位 好好把握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谢谢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征服时间 让我热血沸腾 在21世纪 我用跑百米的速度 为客户服务 我很仔细 也很勤快 把房屋资料数位化 送上云端 让客户轻松就能挑选 线上就能看屋 这个标志 让人充满动力 更有效率 选择科技化的团队 让你更快成交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白天办公室 晚上做家事 我们的肩膀 能扛多少事 高野家 低鸡精 不是一般的鸡精哦 百分之百原汁 控温杀菌 真空安心 纯纯的原味 低鸡精 好喝耶 还有还有 胶原蛋白 照顾家人 疼爱自己 全家人的营养品 我爱这个家 我爱高野家 高野家生机食品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获得头部 并值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拥有 期货股票双证照 使您反败为胜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贴你的头顾 顾得头顾 带记骇虫 下面灯隔热并没闻 新鱼一体电纹箱 适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鱼一体电纹箱 鱼保护您 投资 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头顾 拥有期货 股票 双证照 是您投资获利的 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在科建学美语 就像在美国一样 自然流利 我们都在科建美语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再度来到第二个阶段 各位投资朋友 今年以来 我跟你讲过的股票 我相信在上半场 我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或许有的投资朋友 下半场才开始看这个节目 没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底今年以来 我跟大家讲过哪些股票 而这些股票 到底他们的表现 到底是怎么样 特别是在今天 大盘下跌的76点的情况之下 到底我告诉你的这些股票 今天要怎么表现呢 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 四十块告诉你 今天 六十五块 各位投资朋友 第二档股票 九正 第三档股票 游客 第四档股票 宇佳 还有环天科 台股 金刚 正详 正详 这些股票 都是我在今年 到目前为止 所跟大家谈过的股票 这些股票 我常常说 这些股票 如果当初 我在跟你讲的时候 你肯听我的话 你肯听我一句话 我叫你买 你就买 真的 不知道有多好 万伦 这跟你说的 四十块 是不是这样 来 我们拉近一点 四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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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 九正 这跟你说的 这今天 如果你这个地方 你肯听我一句话 那不知道该有多好 如果你这个地方 听我一句话 现在 不知道该有多好 优客 十三块 二十七 余佳 二十三块 六十三 每个股票 我都跟你说 哪一句没说 十三块 二十一块 接着 台付 九块 到十二块 超过尽职 金刚 十二块 十七块 叫他休息 他就休息 那这么乖啊 正想 三十块买的 是不是三十块 五十一块 我们拉近一点 是不是三十块 五十一块 叫他休息 他就休息 休不休息 那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告诉你 万润 他就涨 为什么我告诉你 九正 他就涨 为什么我告诉你 优客 他就涨 为什么我告诉你 瑜伽 他就涨 环天科 他就涨 台步 他就涨 金刚 他就涨 郑翔 他就涨 为什么 你不要问那么多 我只能跟你讲 今年以来 标股 一支 接一支 你都已经看到了 哪一支 我没有抓到 哪一支 我没有跟你讲 金人的标股 到目前为止 就这几支 难道不是吗 万润 有没有 九正 优客 就这几支 我又没有漏掉的 没有嘛 对不对 我老高 有没有 没有嘛 每次也抓到 所以 你不来找我 是不是你最大的损失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如果你当初你有来找我 你肯听我一句话 那真的不知道该有多好 对不对 但是 历史 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倒流 对不对 但是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怎么样 掌握未来 时间没办法倒流 我没有办法 把我们的时间 再倒流到 万润四十块的时候 九正三块钱的时候 优客十三块的时候 宇家二三块的时候 环天歌十三块的时候 没有办法倒流过去嘛 对不对 台步九块钱的时候 金刚十二块的时候 还有正祥三十块的时候 时间没办法倒流嘛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 可以怎么样 掌握未来 你不要过去你没赚到 将来你又没赚到 到时候你不要说 我都没赚到三天 我都没赚到三天 我一直在帮你 从年初开始 我都一直默默的在帮你 但是 你现在应该可以体会 这一句话的意思吧 对不对 正祥叫他休息 他就休息 而在正祥休息的过程当中 我说过有一只股票 要怎么样 趁势而起 我讲了每一句话 我讲的都一句话 没有得到验证 告诉你万润 他就涨 告诉你 告诉你 宇佳他就涨 告诉你 环田哥他就涨 这一只股票 我们叫他 正祥二 那 什么时候要开始动呢 我本来写即将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很多投资朋友 说 那我实在这样太抽象 好 那我就直接告诉你 好不好 来我们拉近一点 就是这天 你看有清楚吗 昨天我是不是说 我这一只股票 我只开放 有没有 昨天怎么样 全部额满 我下节目 我11点下节目的累 我们节目到11点就累 11点半就累 我回到公司10分钟 10分钟不到10分钟 我的助理跟我讲 老师啊 额满 所以你卡住一点 你不要从怎么样 从今年的 万论没有跟到 环田哥没有跟到 郑小没有跟到 今天 我们拉近一点 昨天是这样 对不对 好今天 今天这十位 办好之后 记得先跟我的助理 要到这一份资料 什么时候发动 你卡住一点 你卡住一点 今天 就这样 再十位 好好把握 今天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个礼拜一见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不是陌生人 从小就陪伴着你 总是站在角落 即使被忽略 也没关系 因为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 有我在的地方 就有你们的健康 与笑容 我是贺仲牌 家庭浸水系列 全面上市 您喝的水 贺仲关心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别问我草本新闻喷雾 小黑蚊也泡泡哦 倒着喷也OK哦 无朋友 别问我草本新闻系列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拥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 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有不 不太欲被打哦 正光金丝高 不含戴菲尼 不伤甘 正光 家味金丝高 更有效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最甜品的投顾 最甜品的投顾 顾德投顾 阳光海南 度假天堂 享受灰甘的快感